还有呢就是主管人间的火神 在地下出去下去办事 都是一样沟通的 一睡过去醒过来就半个月 经常这样 当然这种你在城市里面 都是很少见了 农村会相对多一点 民间山外的高人呢 那简直不可说 有转一圈 回去 去一个从村里到县里 几十里地 那一两分钟 就扭头 你说等我一下进了屋 然后出来就到了 但是他这种从来不适于人 只是你看到了这个结果 偶尔一两个人 有这么一点缘分 知道他很神奇而已 他怎么用的 这所谓神族通啊 这种东西 那我们再说这个屁股 说这个二十天不吃饭 说光喝水果 怎么怎么样 也有这样吃水果吃这个果子充饥也是很好的 也有这样 但是到后期呢 那人如果这个身体到一定境界啊 他就不喝水了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般人还是一定要喝水 我们都知道断粮 七日可以断水三日就不行 那这个人呢 他就 我这个义游啊 我这个义游啊 二十天 二百三十斤 降到了一百八十斤 头几天 因为这个累积 残余嘛 还有排泄 然后 喝了喝 然后又又排 就是中间会停了几天 到这个干净了以后 就剩下这个脂肪啊 这个油脂啊等等 就好像我们说 这个熊到了冬天不吃饭 光舔熊掌一样 你说他这个也是个粒 他太胖了 他喝水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但是再换一个例子 也有人 这个很多人了 就是 这个修炼有特殊身体的这些人士 经常都是 不吃饭 越不吃身体 这个气越足啊 当然是有这种 这个练功的同时啊 食量大增这个阶段 也有这种人 但是到最后呢 总归是 餐风引鹿是最高级的 连鹿都不吃 只是天地气 这是最长寿的 我们曾经讲动物植物人 这个都说过 那么 那个师姐呢 他也是 大概也是二十多天没吃饭 当然最后他比较虚弱了 但是他就是不想吃 而且他这个阶段当中 就越来越有劲 反正各种情况都有 再说呢 就是说这个一些神奇的 砸了一点的事情呢 说这个空手斩蛇 几十米外 没有几十几米吧 就 这个到家人士啊 把那个蛇得斩乱 当然他轻易不杀生 讲为什么显露呢 会这种神动症 通常不显露 如果你有这个心 那 祖师爷 甚至就会封印你 甚至惩罚你 那么他说 这个 这个蛇伤了 我们那个 这个蛇伤了